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 葱油小花卷的制作方法 还是一斤面凄凉水 咱们活的那个万能发面 咱们取一块面剂子 给它擀成一个薄片 如果想在家自己学着做的话 记得给饼妹点一个关注 然后收藏起来 省得以后想找的时候找不到 咱给它擀成一个薄片以后 刷点油酥 油酥的话就是油和面 和到一起就可以 然后给它撒点盐 来点葱花 给它从一头叠起来 一定要叠的那个层次是均匀的 然后一会儿才切开的时候 那个层次才均匀 咱开始切了 咱切好的那个小段 然后用筷子在中间给它按压 按压呢往手上一卷 看就这样特别简单 卷起来 这个可以那个 在锅上蒸 也可以在那个饼车上煎 这个都可以 这个就根据咱自己的口味啊 咱淋点油锅底 淋完油以后 咱给它均匀到摆到锅里啊 咱们少许的淀粉 给它那个 然后倒一斤水左右吧 来这么五克吧 五克左右 倒好以后呢 然后盖锅十分钟 这个就可以出锅 咱也可以选择在咱们的那个炉子上蒸也可以 蒸熟了以后也挺好 然后这个是水煎的 这个也挺好 咱就根据自己的口味 喜欢饼妹的给饼妹点点关注啊 饼妹会给大家分享很多面食的制作方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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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